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聯同香港大學圖書館合辦 展覽《非凡海后》 透過著名藏書票藝術家洪愛儀的作品 從跨文化角度 展示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 如何表現於源自西方的藏書票 藏書票通常是一張小型的特製版畫 貼在書的飛頁 作為書籍擁有人的貧政 就好像藏書者的簽名一樣 展覽分為五個主題 活色新香 情軒方寸 雅族共賞 故地重游 和巧奪天宮 並且與港大博物館的藏品 和版畫製作工具並列展出 今次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藝術家洪愛儀 和大家分享她創作的心路歷程 我在1989年的時候接觸藏書票的 是香港藏書票協會的會長 他在日本帶了一張藏書票給我看 那時我還沒有興趣 一年後 香港藏書票協會 源往會長 搞一個展 叫所有香港版畫的藝術家 就去參與自己做一個系列的藏書票 我做了一系列的青花藏書票 那我開始就產生興趣了 我早期畫郵畫的 但後來我玩版畫 我喜歡版畫的那種幼細 因為藏書票的性質一定要是版畫來的 我覺得藝術創作是真的沒有框框的 你可以像馬恆空的做一些 你自己的主題也好 你收藏家的主題也好 你可以帶出你的文化 或者帶出你的思路 那個畫面的豐富 你是很難想像 你可以這樣一張 傳遞你這麼多的訊息 還有它最好就是一件事 你是很直接 只要你裡面有票主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藏書票的字 你就可以去到這些書票活動 直接去見到藝術家 直接去看他們的版畫 以及直接去跟藝術家談藝術 是一個很有意義 以及很闊的藝術活動 本身是一個很追求 很精緻 很細緻 很層次 很豐富的 那我就覺得 同版就可以處理到 可以層次是很豐富 很細緻了 因為我走精細 所以我覺得最辛苦 就是你要去一筆一畫 你都要很準確 使用你很多的心機時間和體能 我都喜歡一些開心、正面的文化信息 給收藏家去看 所以我覺得給外賓 我一定要把我的中國文化傳遞給他 去分享我們的文化 這張是一個中年的收藏家 男性 他找我做個人藏書票 他取了一個波蘭女子 就是剛才生了一個小朋友 所以那個小朋友是一種混合的 後面的文化 就是中國的司令 燈籠 還有他的福祉 我覺得 又是將他中西文化 集合在一起 又全部都是中國的元素 我最初是做Hot Etching 因為當初做我的Hot Etching是一種 叫做Hot Etching 在赤柱買 Hot Etching 我發現我對Hot Etching很著迷 我才開始留意 原來南八糞糍 在我對中國的瓷器嚴重 那麼重要 我開始就畫了 畫了一系列 那些什麼桃瓷、青花 我開始覺得 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覺得應該要畫香港風景 去留下一些竹印 開始畫第一張 我第一張的時候 就是大道都不 我喜歡畫一些舊 一定要舊 我不喜歡畫新的 我喜歡畫舊東西 我覺得舊東西才有味道 香港還有很多很舊 未拆的舊東西 那些屋子 你看在門前 還有一個階段的位置 那些陽光再曬 那些光芽 它是很亂的 根本有些爛鐵袖 總之是爛的 沒有什麼人留意的 但原來是很漂亮的 我拍了之後 我將它放在我的版畫系列 因為這個角落 都是在香港看到的 這些是在香港 吸引我的題材 我沒有什麼樣子 如果你再跟著我 我會有什麼樣子 我聽到你 我會有什麼樣子